编曲 李宗盛 我是你们的解忧好友莎娜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解忧好友顾琪 今天我们来了个小神童 神童啊 是你说在诗词歌赋方面非常非常厉害 三岁开始就背了无数的诗歌 三岁开始背 那不知道他现在能背多少首诗 背古诗这件事情我们小时候确实常做 对对 但是真的很痛苦 不知道今天这个小朋友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神童 而且能坚持下来也不容易 是 那我们就赶快游起我们的小神童上场 哎呀 你好啊 你好你好 欢迎宁宁 哎呀 真可爱 那你先给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好不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叫莱丁丁 今年十周岁 来自杭州市南宵部小学 我从三岁开始学习古诗词 目前会背2800余首诗词了 哇 2800余首诗词了 从三岁开始背的 你现在是十岁 七年的时间 对 从我正式开始背诗 就是我开始一天一首诗 从四岁 最早的时候是我外婆教我背古诗词 到时候她读着读着 发现我就会背了 后来四岁 我看了中国诗词大会 就想去参加 于是妈妈说 既然想参加 那就抓紧背诗吧 后来我就开始每天一首正统的背诗 这个梦想真的成真了 四岁你看了中国诗词大会 你就想去参加这个节目 对 那你在几岁的时候 完成了你的这个梦想呢 就是五岁的时候 我就完成 五岁上了诗词大会 她从三岁的时候 说先是外婆开始教她读诃诗 我知道因为孩子小的时候 我们家长都会每天拿诃诗 什么的给孩子哄诗 什么之类的 是不是你们当时也是这样 无意识的去给她读 我妈妈之前就是会到超市里去买几本 就是小孩子扯不破的这种部书啊 或者说是跟唐诗有关的简单的那种书 然后读给她听 那发现就是读着读着 她自己就背出来了 觉得这个东西还挺好的 其实我自己本身呢 我也是比较喜欢传统文化和古诗词 我听听她会背吗 我就想着 要不就教教她 那就开始就是慢慢的教她 后来主要就您教她了 对 我就接手了 接手了 这个诗是她自己喜欢背的是吗 对 是的 每天我都会背一首新诗 复习三十首以前背过的旧诗 温古儿之心嘛 有的时候我还会自己多背 你们背的不只是唐诗吧 不只是唐诗诗诗诗语 还有什么近现代的诗 还有什么诗经啊 楚词啊 这些我都会去背 还有就是比如说魏晋的陶渊明 所以相关于她在背的时候 你也学了一遍 可以这么说吧 前面的一些 我是跟她一起背的 那后来她背的越来越多了 后面肯定有很多冷门的 我就跟不上了 有很多冷门的东西了 而且我是忘得越来越快 小孩子可能记性比较好 那你自己除了背诗这件事 现在还会写吗 写诗吗 我写的 有些写的 还可以看看 有些吗 就是随便胡说八道 写写的 还在摸索当中 对在摸索当中 就是他会很随心所欲的 去写一些诗 就是会自己自创一些 所谓的词牌名 去写一些词 看起来是可以看的 但是他不是按照这种 证运啊什么去写的 但是有的时候如果说 要求要去写的话 他会自己去写 写完了以后 我会帮他看一下 有的时候还能得个小奖 什么的 对 那既然背了这么多诗了 我们现场初级考考 你可以吗 可以吧 可以哈 好 用我们节目的名字 幸福来敲门 就每一个字 来找一个 有这个字的对应的 这一句诗 要多少句 每个字 五个字 然后每一个字 说一句 或者你有多想出来的 也可以说 那我就说三句吧 每一个字说三句吗 差不多 哇 厉害 那第一个字 幸 幸 幸有威营 可乡辖 不须坛 供经尊 幸遇三杯酒好 旷逢一朵花心 幸会冬城 燕未回 年华幽贡 水相摧 嗯 来下一个 第二个字 福 万事由天 莫苦求 子孙绵远 福悠悠 忽闻眉福来相访 孝酌合一 出草堂 都愿玩福前身造 更有同归 未寄疗 说实话 这几句我都没听过 来 来是空檐 去绝宗 月侠楼上 五根中 人似秋红 来有幸 事如春梦 了无痕 还有一个 可以说说我自己的 哦可以 小来 思报国 不是爱封猴 哎 小来 好好好 这是来啊 来的三句 然后敲 有约不来 过夜半 闲敲旗子 落灯花 鸟速 池边树 三敲 月下门 敲门都不应 以仗 听江声 这个里头又有敲又有门 门 对 又有敲又有门 那门再来两句吧 三句也行 三句也行 行 窗寒 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 万里传 酒困路长 为玉睡 日高人可 慢思茶 敲门试问 野人家 嗯 还有财门 温泉沸 风雪夜归人 哎 真厉害 真厉害 这母子俩都可以的 都可以 一个家庭里面 大概还在审美上很重要 反正我审美一点都不在线 对 为什么我们选择背诗呢 因为我妈妈就是她的外婆 唱歌是唱得很好的 但是教她唱歌 发现她唱得不好 然后走掉 那就给她买诗词书 读给她听 哎 这个她喜欢 哦 就算是发现了一个她喜欢的 另外的一个 就可以感知美的一个方式吧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们领她入门 最重要是孩子这么多年她能坚持下来 这个是她真正喜欢 热爱的 她才能坚持下来 对 因为我从她四岁开始 我每天就她背一首诗 我都会给她录下来 发到朋友圈 她自己对这个事情 她是挺上心的 对 我每天都会去看 朋友圈里有多少个人给我点赞 这样子点的再越多 我激情就越高涨 哦 你希望大家都来关注你背诗这个事儿 对 确实有些孩子受我们的影响 也有人跟着我们 就是每天在那里背 嗯 像她的话她现在有三个裙 她每天是早上洗来以后 她会把她就是当天背的那个诗发到那三个裙上 相当于又复习了一遍 又巩固了一下 这个就是不间断的 就是每天就那么多年了 如果碰到比如说孩子生病啊什么之类的 这也不间断吗 当然不间断了 生病就更有时间背了呀 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你怎么还能有精力去背诗呢 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其他事情就没得做了 就只能背诗了 当然就有更多的时间背了 你比如说发烧的时候都烧到三十八九度了 你肯定有感冒发烧的时候呀 那肯定有的 主要就是先休息休息 是肯定得背呀 真的就没有间断过 对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 就一首诗有长有短的 有一些诗是很长的 那你愿意背短的还是愿意背长的 都愿意背长的也有方法呀 就是每天还是按照原来的背一首诗 但这一天之前 前面都预习那首长诗到 那个长诗背完的那一天 他复习复习就可以发那首长诗了 就是他每天预习一段 除了背他要发的那首诗以外 他再预习一段 那么可能三五天 他就把这首诗背下来了 就是长短结合 对 背短诗的时候 长诗也在同步的一遍一遍预习 对对对 那有一些诗很难 比如说吐词 它的意思是很难理解的 像这种是硬背呢 还是慢慢学了再背呢 这个会学了再背 因为他刚开始背 背完了以后 你考他 他基本上都能说出来 但过一段时间以后 他可能就记住的是那个音了 他就可能字也会写错了 毕竟就是理解上面 可能跟大人还是有差距的 这就是我刚刚要说的 就人的大脑的记忆系统 它是个检索系统 它不是真的是有原装原句 然后就放在那边 然后随时你可以翻出来 而是你有一个模糊的概念 然后跟你说一个词 你迅速就检索到了 比如说我们跟你说一个词 你会想到一首诗 还想到一个句子 先想到那些常出现的词组 再用那些词组连扫到句子 再用句子连想到诗 比如说我们现场考你 比如说 杉老师 随便说点什么东西 那说杯子吧 杯子能想到什么诗吗 杯子 就是古代杯子都是那些酒杯 就是叫尊 尊对 比如说 卧水金尊空对月那种 也有很多关于杯的诗啊 行杯投注不能识 八剑四孤星 妈妈也太厉害了 妈妈厉害 没有一个无缘无辜优秀的孩子 是的 比如说那个小动物 猫 猫 就是指那些王侯贵族 他们音乐都不听了 都要为这只猫来服务 给他准备早饭 这太厉害了 你随便说一个什么 他都能联想到诗 那你刚才说你参加这个中国诗词大会 你还参加过什么 其他这样的大型的比赛吗 比如说湖北卫视 奇妙的诗词 单场冠军 还有三千元的奖金 我就拿了一个单场冠军 你拿那奖金干嘛了 有些是捐款 是捐给公益组织是吗 对 上次行走有一个小女孩 电瓶车骚桑的 她也捐了一些 就经常会拿出一些 比如说还有压岁钱什么的 我们会跟她说 就是你这些有收入的地方 你拿出一些钱 也不用很多去捐赠一下 所以她现在也有这么一个习惯 你们为什么会想到教导她去 做公益这件事情呢 她这么小 因为我们其实学习诗词 除了感受她的美以外 还有一些家国情怀啊什么 她最开始最喜欢的诗词 一般都是一些就是边赛啊 你喜欢哪些是新戏集 苏氏 我的抽就像 哦 苏氏啊 你为什么喜欢苏氏呢 嗯 她是一个大全才 她不仅是诗人文学家 她还是散文家 书画家 美食家 她还是两度到杭州来 担任通畔 还有支州 就是跟我们杭州 也有很大的关系 西湖上那条苏迪相传 就是他建的 所以做工艺也好 然后就是从小培养 他的这种的价值观也好 其实都是源于 他背诗这件事情 而引发而来 是的 那参加这么多的比赛 会不会觉得说 对孩子来说 压力也会很大 也没有吧 毕竟比赛嘛 他会有结果的呀 你不在乎比赛的结果 和成绩吗 不在乎呀 苏氏有一句话叫 胜固欣然 败义可喜 赢了当然是很好的 输了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他从小 就是因为参加了 很多的比赛 他就其实是在 不断的在输 不断的在跌倒 但他从来没有哭过 也没有说 很在意那个结果 就比如说 他前段时间 拿了一个浙江少年 诗词大会的总冠军 这个诗词大会 他一共已经参加了第三次了 举办了三年 我参加了三年 就是第一次的时候 是二年级 那他年级比较小 他抢答也反正都抢不过别人 三年级也是 就是他永远都是 输在那个抢答题上的 但今年就在比赛之前 我问他 我说你今年还去嘛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进决赛了 他是八万人参加的 是一百个人进的决赛 那我说你今年 这个决赛要不咱不去参加了 你说不定还是抢不过别人 就那天还是他一个好朋友的生日 我说要不我们去参加生日会吧 他说不行 他说我要去的 他说输了有什么关系 大不了明年再参加 我还要去的 结果还是让他 就拿了冠军 对对对 拿到了总冠军 真厉害 真厉害 那丁丁经常会出门 去参加比赛啊 学校请假之类的老师 会同意吗 会同意的 因为他们也很支持我背诗 比如说我在班里创建了诗词社团 还举办了我们班的诗词小会 所以你们班同学在你的带领下 都背诗的热情很高涨是吗 对 然后学校还专门给他开了一个专栏 红领经广播里头 就是隔一周就会到那个专栏里去分享 讲诗词以及背后的故事 告诉更多的同学 然后他的写稿 就是都是他自己写的 然后那个中国世次大会第六季的总冠军 陈希俊老师 还有安徽安庆的一位汪老师 他们对他帮助很大 每次都会帮他审核 然后还会帮他修改 给他提出宝贵的意见 所以说这个对他来说 进步是非常大的 了不得啊丁丁 在学校广播站有自己的专栏 最重要我觉得是你能带动和你同龄的小朋友 大家共同进步 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厉害 你会让很多的人都像你一样 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 有热情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状态 我就是想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这些古诗词传播到世界各地 嗯 这可以作为你的一个志向和远大的目标 这个非常厉害 非常好 妈妈会不会担心 就是说她现在被试占用了很多 她的学习的这个时间和精力 因为毕竟马上要升初中了 对 其实我来参加你们这个节目 其实也是有一个小烦恼的 嗯 就是 是她自己的烦恼 你自己说吧 嗯 就是 我被试占用的时间特别多 妈妈担心会影响以后 等到升到初高中的学习 于是就不让我每天都要背一首诗 一周背个四五首就够了 然后我偏要背 因为坚实了这么多年了 如果断一天 那不就前面努力都白费了吗 嗯 她是这样子的 就是比如说背一首诗 短的可能十几分钟 长的可能 嗯 要个半个小时 那么她还要复习来 她每天要复习三十首 以前学过的诗 如果说 诗特别长的话 至少得复习十首吧 像这个的话 还得要半个小时 她还有三个群要发 我还给她录视频 就七八八夹起来 每天花了一小时 是要的 因为一晚上时间不够啊 对 我就觉得就是 你有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就是 松紧适度啊 就不要 一定要每天这么一首 不行 我非要一天一首 她就不行 然后有的时候可能 到时候那天 可就搞得很晚了 可能就要到十点多 才能弄完 那再去洗澡 那你如果有一天不背诗 你会觉得怎么样 你会不开心 的确 我会觉得这一天 总是感觉少了点什么 都已经变成习惯了 怎么 总感觉少了点什么 就好像一天 中没有吃晚饭呀 确实她这个习惯 养成之后 是不能随便破坏的 她要随便破坏 她这个习惯啊 她可能对于诗词 可能就一下子就没兴趣了 所以我觉得 一天一首还可以吧 就是不要太长的 那样的诗 对吧 对 丁丁我给你提一个 小小的建议啊 虽然说背诗是一件 很好的事情 是会得到别人的表扬 和赞许的 但是如果你要 没有一个合理的规划的话 它就会影响到你 就会把好的事情 变成不好的事情 你可以跟妈妈 提出你的想法 妈妈比如说担心你 花太长的时间去背诗嘛 那我觉得 妈妈有妥协的地方 你也要有妥协的地方 那比如说 妈妈妥协的地方是 她同意你每天可以 都背诗 但是你要妥协的地方是说 如果这一天的时间 很紧张的话 那背哪一首诗 这个选择权 能不能交给妈妈 可以就挑短的 反正到时候可以补回来 到时候周末背首长的 也没事 就是其实我对你的要求 其实就是 你只要会合理的 规划你的时间 不管是现在 还是以后 那到了初中 或者高中 你还是想背诗 那个时候 时间就很矛盾了 那个时候 你就要学会 合理的规划你的时间 其实它背诗 并不是很快 它只是坚持而已 就是说所谓的 笨鸟先飞 我看到过有些孩子 就背诗特别快的 人家背两手 他可能只能背一手 我觉得 它最大的优点是坚持 对 这件事情 有执着性 对 一直能够坚持下来 其实我们每个孩子 他都有执念 也许他的执念是在背诗 有些孩子可能 他的执念是在 另外一个方面 他并不是体现在 就是同样的地方 所以说 就关键是 让他看到更大的世界吧 对 这样子眼界宽了 是吧 这个我很同意 心胸也会变宽的 我们每次出去 比如说录节目 或者是比赛 我都会带他 就是多玩几天 当地的景点啊 然后博物馆啊 这些都会去走一走 就是顺带着 比如说这个地方 景点有什么诗 也会去背背 然后还会背古文 比如说腾王阁区啊 什么桃花园 越洋楼记 比如说那个 山东孔府那边 他就是你能背论语 背书 30句就可以免费 免费游 游三孔 对 越洋楼啊 腾王阁啊 这些就是你会背 他这个腾王阁区啊什么 你也可以免费游 但你免费游了不少地方 对 毕竟读文卷书 也要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的时候 也要读文卷书 我现在已经去过很多城市了 哦 那现在是不是比如说拿出中国的地图 随便我说一个城市 你就能说得出这个城市 历史背景啊 人文意识啊 等等的 可以 我能说出中国 经地级及以上所有的行政区 它在哪个省的哪个位置 东南西北是哪 那我们这样 我们准备一下道具 然后再来考考你 好不好 好 接下来 就是我们来看丁丁这个 行万里路的成果怎么样了啊 丁丁啊 你知道包头是吗 知道 包头是位于内蒙古 中部 北边是蒙古国 西原是 巴延那儿是 南面是俄尔多斯市 东面就是呼和浩特市 包头 古称九园 家宵在何处 丰入九园松 真厉害 真厉害 来 接下来下一个城市啊 我来考一个 九泉吧 九泉市位于甘肃省 西北部 北边也是蒙古国 西部是 新疆的哈密市 东部是内蒙古阿拉山某 南部是 青海的海西蒙古族 藏族自治州 里面还包裹着 嘉域关市 九泉那儿 是特别的多 因为阳关和御门关 都在九泉 我就说一个 九泉太守能见武 高堂至久 夜期古 九泉它 从汉朝起 就是河西四郡之一 所以古称就是九泉 关于九泉 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陆青 还有 河西四郡是哪 河西四郡是 九泉 张耶 敦煌和武威 来下一个啊 就是河北省 河北省 长治市 南边是河南省 安阳市 东边 我要想一想 哦 东边是那个叫 山东省的辽城市 嗯 邯郑郸是中国三千年没有改过名字的城市 你像 旧照灰金锤 邯郸先震惊 嗯 接下来 淮北市和宿州市 博州市 曹操的故乡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在 龟随寿中有著名的 老季福利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易 太厉害了 真厉害啊 淮淮这情万一路 去了不少的地方啊 太棒了 十岁小小的年纪 很不容易啊 谢谢 好 来来来 那最后这样吧 你给我们分享分享 你写的诗吧 你背的诗都这么多了 能不能给我们背一首 你写的诗 嗯 我就背一首 写我自己的吧 好 读书是 字体金山画像 反其意而用之 心同水缠之流 深如 浪角之舟 温如 十年学业 还上 亿万高楼 意思就是 我 学习的热情 就好像 潺潺的流水 又好像 在浪涛中行舟 如果 你们问我 我这十年 学到了一些什么 我还要攀登 更高的高楼 厉害 这个境界很高啊 厉害啊 谢谢 谢谢丁丁和妈妈 来到我们的幸福来敲门 祝你之后 一切顺利 然后去读更多的书 去行更远的路 可以吗 好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这边 再见 再见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下一个故事 对 下一个故事又精彩了 很难想象 就是有那么一支 女子的足球队 它是由什么 妈妈呀 保安啊 然后什么体育老师啊 等等等等的 一群人组成的 它跟我们想象中的足球 完全不一样 所以 他们其实每个人身上 都有各自的故事 然后因为足球 把这些女人们 相聚到了一起 是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 他们的故事 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 欢迎你们 谢谢 二位好 来请坐 请坐 那我们二位 先给大家说个自我介绍吧 我叫汤静怡 就是妈妈足球队的 队长 队长 对 我叫陈锦丽 来自五星体育 当教练的 就是我的闺蜜 现在由于我 做了那个情绪嘛 他就来帮我 就做了船只的 教练 你二人曾经又是好朋友 是吗 我是比他 大一届 他是我四届 我踢球的时候 他是 还没进吧 当我差不多要退的时候 他就进 这是小四妹嘛 其实单从 你二位的这个 打扮啊 感觉啊 都不太像运动员的 是怎么跟足球结缘的呢 我们是从小 小学的时候 就被 当地我们是 湛江市侧坎的 就选上的 侧坎女组队 后来我们就是 四队 代表湛江市 打整运会的 就一直队 我们可强了 那时候 那可强了 冠军啊 外边那些人 形容我们都是 湛江的小辣椒 啊 铿枪玫瑰啊 那那个时候 踢了多少年 其实我踢的 也不长的时间 我初一的时候 是正式练球 到高二的时候 我就不肯踢了 为什么呀 呃 刚开始选上的时候 是家长 就逼着我去 我那时候是不想去 因为我 当时比较瘦小 呃 不肯吃饭 我爸妈就想我 锻炼身体 锻炼身体 可以长高一点啊 什么 就拿着棍子 逼我去踢 踢球 呃 后来踢到一段时间 就有兴趣了嘛 跟一般小伙伴 一起踢很好玩 但我从来没想到 要往足球 什么专业路线啊 你走 我没想 嗯 有一个教练 他看到我有点天赋 他就想 把我练好 他就想 练我的体能 老师跑啊 挖跳啊 那些 练得我怕了 所以高二的时候 高二第二个学期吧 我就不肯踢了 就有点抗拒了 嗯 我那时候 可能十七十八岁吧 就一直 停了 就没有接触过球 他们的时候 也是听到我 以前踢球可能 就很 很厉害 很厉害 他们就听我的名字 但是没有 就以前我是十六号嘛 现在也是十六号 呃 就听到传说的十六号 就好想看了 这个师姐的 风采 但是我从来没有 出去踢过 直到我 生第二个小孩 又爱上了足球 就这个还挺神奇的 因为之前还挺 抗拒足球的 对 反而是 经历了结婚 生孩子之后 然后又重新 回到赛场了 那什么契机 就是你又开始 重新跟足球 接触了呢 呃 我生完小的儿子之后 就已经有点 胖了 身材有点走样了 就想 呃 运动 那其他运动 我也试过 去跳拉丁舞 什么呃 健美超 什么 运动都试过 好像就逼着自己去 没有那个乐趣 呃 后来我哥 的儿子是 校队 他就也是听 我爸妈那些说 呃 姑姑以前踢球很厉害 什么 他也很想我 看看是不是这么厉害 嗯 回来就呃 我看你不行 什么 我说我不行 对 鸡脏法吧 我就约了呃 呃 那些以前的队友 就去踢 我也没想到 我可还可以过人 我在球场上摔倒 我也可以 放肆的大笑 什么都可以 好像回到以前 童年了 那感觉 就加油他们了 就一直踢 那您最后 怎么就成为了这个 女子足球队的这个队长呢 因为刚开始是玩完的 后来就 一个队伍 他没有一个核心的人 呃 都是像我们要主机去哪里玩 呃 呃 我们跟大队 我们跟大队 或者你说了算了 都没有一个站出来 可能我就从小 呃 呃 有点那个 领导力 组织 我也 可能有点 大姐的风化 发到我是什么 反正我哎 没有人 回应就这决定了 呃 还有一点 就是因为去踢球 很多家庭的 所睡事 都会有很多的 像孩子 照顾孩子啊 或者其他问题 他们跟我说 我都会尽量去帮 所以他们觉得 有什么事都 找汤姐 汤姐可以 帮忙 搞定 所以就 他们对我的信任 就慢慢地培养出来了 是的 你们这一支足球队的 这个成员 大家的身份 基本上都是妈妈 是吗 对 全部 那你们这个队的性质 是属于 呃 有点专业性质的足球队吗 呃 阅余的 业余的 没有专业 就是业余 自发组织 就是刚开始 呃 就出来玩嘛 后来有一间 那个 那个房地产的老板 就 他就我们 这个女族的正能量 他就组建 把我们组建起来 就 这样 呃 去打那个比赛吧 你们打的比赛 是什么类型的比赛啊 就是也是业余啊 就跟那个单位队啊 哦 在我们本地的 单位队跟男的 对 我们跟男的体啊 对 成绩就非常好 当时候 踢就没输过一场球 所以就当地就很轰动起来 就知道我们有这个女族 也是可能是这个原因嘛 沈竹县就知道 就有这个全会有的老将主的 这一批人可以哦 就 就找到我 然后一组建 叫我们去参加 这样 刚开始还是有点怕的 哦 你刚才说说 你们踢了全院会 全国运动会 嗯 对 你们是代表广东队参赛的吧 对 对 我们代表的是群众组 哦 群众组 哦 群众组 但也是全院会啊 对 群众组在全院会啊 对 所以最后是拿了 全国的冠军 我真的厉害 那很了不起啊 会不会你们的年纪是最大的 是最大的 是最大的 嗯 我们平均年龄 现在是42岁吧 哦 42岁 42岁 所以你们这些妈妈们 其实之前都是和足球 是有过练阶的 比如小的时候练过球啊 对 有专业的运动员吗 有有有 他也是审队退业 哦 就我不是专业的 我是最业余的 最业余的成了队长 对 他是我们的核心人物 科技人物 哦 那你在结婚之后 有自己的工作吗 还是说你结婚之后 是做全职妈妈这样的 我没结婚的时候 一直开这个美容店 哦 嗯 我开的还挺好的 也赚到钱 嗯 后来就因为踢球啊 经常不在店了 那顾客就后来又流失了 所以就因为足球这个 新的事业 把自己之前 做了这么多年的事业 算是放弃的状态了 嗯 你现在美容院 已经完全放弃了吗 完全放弃了 这是放弃多久了 我18年放弃 就18年 创建这个 呃 清训 哦 我放弃了 呃 这个美容 你18年的时候是多大呀 呃 44 44岁 你突然之间 把做了很多年的事业放弃 这是要有很大的决心 对啊 这不容易 而且是一个赚钱的事业 你放弃了 去做一个不赚钱的事业 是 是吧 你的清训到现在挣钱吗 不挣 我我基本上 我请了那个初中的学生打比赛 我去打比赛的时候 他还不知道 后来就是 湛江已经空洞了 个个都知道 我们湛江有个女子队 哎呀 场场赢啊 那时候还没来冠军 我们在打 他就打电话给我爸 今天 我老婆 对哪里啊 什么时候啊 赢了没有啊 他就问我爸 就打电话 他老是关心你哦 什么什么的 后来我想想 我就把我直播 发给他 他也不回 他就看 那我打完这个比赛 他回来接我 我看到他 其实也挺高兴的 拿我那个视频啊 还有那个采访啊 到处发给朋友去看 我老婆打了冠军 什么什么的 那我 其实那些也是自豪的 对 所以就是 其实现在算是 丈夫没说支持 但是反对的声音 比较小了 小了 小了 现在我就 也经常说 我打比赛吧 我经常说 儿子打比赛 你儿子打比赛 哎呀多厉害呀 你儿子的 现在怎么怎么的 也会把儿子 比赛的那视频 精彩的视频 发给他 你看你儿子多厉害 他看得可开心了 嗯 所以其实你现在 是两份事业 一份是自己的足球队 还有一份 就是轻训队的工作 那你们现在轻训队 大概成员有多少 就是参加训练的孩子 我们的会员 就是有六十多个 年龄都是几岁到几岁 年龄就是从一年级 到初中的最多 六岁到十二岁 高中的就少 我们有自己 特别骄傲的弟子 有 特别骄傲的 就女族 就这批 他们都是代表 战将士 打人运会的 都能进省队 专业队 都能进 像我 那个学生 郭凯勇 他也是被 广州足协选上了 但是他不肯去 这个很有意思啊 被广州的足协选上 不肯去 那我们把他请出来 请他问一下 为什么不肯去 为什么这么喜欢 在你的清训队里 来我们有请 郭凯荣 欢迎你 这有运动员的样子 你看这 优黑的皮肤 一看就皮得好 来先给大家 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是郭凯荣 今年12岁 我就是 唐教练 情训队里的 一个队员 刚才你的教练说 请你去 省队里边踢球 你都不愿意去 为什么呀 因为我比较喜欢 跟着唐教练 一起训练嘛 那你说说 唐教练 他到底比别的教练 好在哪儿 你跟别的教练 训练过吗 有 但是唐教练 带我们上的 足球课 更生动有趣 就是 他会带我们 做游戏 然后再带我们 训练的 那他厉害吗 平时带你们 训练的时候 厉害 发脾气吗 会训你们吗 有时候会 因为我们 做的不是很好 唐教练会 告诉我们 哪里错了 然后纠正我们 从我这个角度看 他的侧颜 非常的好看 这个年纪 小女孩 一般都学个琴 学个跳舞 什么的 他气质 很像跳舞的孩子 他原来是跳舞的 他就是跳舞的 他原来没踢足球前 跳舞 你跳了多少年 之后才踢球的 我是从幼儿园 开始就学了 你学什么舞种 中国舞 中国舞 也是民族舞 怎么想的 就是不学舞蹈了 去踢球呢 因为踢球很有趣 但是舞蹈课 经常练的一个动作 有点枯燥无味 那我觉得踢球更好玩 那你以后的梦想 是想要成为专业的足球运动员吗 我想跟唐教练一样 就是成为业余的 我只是想玩业余的 想成为业余的 他们这个年龄段有五六个吧 他们都是很好 也是玩得很 他们就说 能不能成为专业队 都没所谓 像唐教练 到时候我就在五星那里 帮你当教练 这样说 我说你先练好些 我们五星教练 要求很高的 所以 他教练就是以后 想要培养一些专业的 足球运动员出来 其实我自己个人想嘛 我不是一定要学生走专业路线 我更多偏重的 就是让他们学生 从足球那里学会怎么去做人 通过足球这种精神 对对 团体的精神 他至于能走上专业路的 那更好 但是我觉得你们真的挺厉害的 是吧 一群对足球有梦想的 或者说有情节的女人 再次重新聚集到一起 然后组成这支妈妈女子足球队 最重要的是 不光是这支足球队 你们还在发展自己的新的力量 就是成立了这个清训队 然后让很多的孩子 也能够通过足球 可能改变一些自己的性格 或者通过足球 真的就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棒 希望你们这支女子足球队 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你们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呀 也是传运会 还有两年多 还有两年 现在都在准备吗 我这跟我球队也是这样说 机会永远是给有准备的人 我们想再打多一届 我们必须要把自己练得更好 因为我们 直视界我们已经冠军了 我们还想打多一届 那个成绩也不能太差吧 再拿一次冠军 守住冠军挺难的 不容易 加油 祝你们在下一届全运会的时候 能够再取得辉煌的成绩 谢谢 也希望机训队的孩子们 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谢谢 谢谢你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 跟我们大家分享 谢谢你们 谢谢 来 这边请 这群女人很了不起啊 你看她们有自己的家庭 然后都是妈妈 要照顾孩子 照顾老公 然后还有自己的事业 然后还有自己的梦想 最重要的是 她们把这个足球运动 传承下去了 传承下去了 对 所以有梦想的人 有热情的人 永远都破坏了 对吧 没错 她们脸上 养溢着对梦想的追求 向她们致敬 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幸福来敲门 我们下期再见